今天记者从广州去了汤佛山一路上看东西都是这样的 一度以为眼镜花了正当我纠结时 忽然发现其他小伙伴也是这样的 看到大家都这样我就放心了 其实今天广东大部仍处于阴间多元状态 而且这几天天气较为平稳加上风也小对流较小 颗粒五悬浮南藏广东 就像被一个大罩子罩住了不少地区 甚至出现灰霾 而在未来几天 预计将持续这种状态 整个世界还是灰蒙蒙一片 未来几天 全省大部分视线 早晚有新雾中西部的部分视线有雾 12日到13日早晨 我省西南部沿海及海面 北部湾北部海面 穷州海峡早晚有雾 雾时能见度小于一公里 这一情况直到13日 受热冷空气补充影响中北部视线白天能见度将短暂装好 气温略降总体来看 12日到14日刹关 清远维持阴天有小雨 其余大部分视线阴天间多云为主局部 有零星小雨各地气温缓升但湿度较大 早晚起感仍含量具体天气12日刹关 清远 赵庆市 阴天有小雨 南部视线阴天间多云 其余视线阴天到多云局部 有零星小雨 早晚大部分视线有清雾 部分视线有雾 勺关和清远两室的北部 最低温度 介于6摄氏度至9摄氏度 其中高海拔山区 4摄氏度至6摄氏度 南部沿海视线16摄氏度 至19摄氏度 雷州半岛南部20摄氏度左右 其余视线12摄氏度 至16摄氏度 13日刹关 清远阴天 有零星小雨 其余视线阴天间多云局部 有零星小雨 早晚大部分视线有清雾 西南部的部分视线有雾 勺关和清远两室的北部气温 低至8摄氏度 至11摄氏度 其中高海拔山区 5摄氏度至7摄氏度 南部沿海视线16摄氏度 至20摄氏度 其余视线12摄氏度 至16摄氏度 广州市区 12日阴天间多云有零星小雨 早晚有清雾 气温介于16摄氏度 到22摄氏度之间 明日 阴天局部有零星小雨 早晚有清雾 气温15摄氏度 至21摄氏度 记者张子军摄影肖雄教队 杨远云作者张子军 肖雄来源南方报业传媒 集团南方加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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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